第九十五集 先把标准 舞者新生都可报名 特训班招生五十人 特训班开设 主要由我 罗依川导师 吕凤柔导师 徐剑周导师 周时平导师五人之教 利用课余时间为大家做一些指导 院长会不定期过来 可能会给大家授课 进入特训班 统一奖励十学分 在特训班期间 表现优异者 还有各种其他脚力 唐峰刚宣布结束 班上就有些喧闹起来 这节课 是几个小班联合上的大课 学生不少 舞者几乎都在这里 识学分不算太多 关键不是学分 是五位六品导师执教指导 宗师强者的院长 可能会不定期来授课 对于这些一品舞者而言 别说宗师 就是六品舞者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得到指点的 魔舞大一 就这五位六品导师 带了大概二十个学生 相比于将近一千六百人的新生队伍 大部分人都没机会和这些六品强者接触 唐峰话音刚落 就有人询问道 唐老师 必须要舞者吗 二次翠骨也可 唐老师 特训班开设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有消息来源的渠道 很多人都不是太清楚 特训班的意义 唐峰青笑道 培养新生的实战能力 以极为笑争光 今年年底 全国各大舞校 会展开一场交流赛 你们也知道 以往也有这种交流活动 不过范围都很小 比如摩都的武大 可能会举办小型的交流赛 跨省的都少 更别说全国范围了 魔舞作为武科大学最高学府 这种全国范围的交流赛 肯定要参与的 也必须要取得好成绩 哪怕是京都五大 我们也要压对方一头 这是学校的死命令 全国交流赛 要和京都五大的学生交手吗 我听说北方那群家伙 都凶狠得很 和他们交手会受伤吗 众人议论纷纷 大家眼里只有京都五大 并没有把全国交流赛当回事 其他普通五大 众人并未放在眼里 自古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文科大学谁第一 谁第二 这个不好说 也不好争 可武科大学 有时候就比较明显了 魔舞和京都五大 不是没切磋过 以往也有过 可魔舞败多胜少 虽然大家同是名校 可在不少人眼里 京都五大 还是要胜过魔都五大一筹的 目前虽然没有官方出五大排名 可在不少人眼里 包括网络上 还是有一份五大排行榜的 京武第一 魔舞第二 一直没吭声的方平 忽然询问道 潘老师 进了特训班 就一定要参与交流赛吗 唐峰看了他一眼 笑了笑道 也不是 特训班总共五十人 最后肯定没这么多人参与进去 具体多少人目前还没做决定 不过一般都限制在十人以内 那就是说参加了特训班 也未必会参加交流赛 不错 方平没问题了 继续保持沉默 既然不是非要参加交流赛 那得进去 十学分也不少了 能换一颗一品气血单 他这边问完 赵磊也大声道 道师 选拔五十人 咱们这一节舞者现在一百多人 又怎么筛选呢 唐峰笑道 看气血 脆骨程度 战法进度 不实战吗 暂时不会 不过 等进了特训班 会有机会的 先前只是选拔 魔物也不急于一时 一群没经过操练的学生 实战能力都有限 赵磊听到这话 微微有些遗憾 余光瞥了方平一眼 坐在方平身边的腹肠顶 低声道 这家伙盯上你了 方平不以为意 淡淡道 别管他 意气之中没意义 有好处的事上 没好处的事 灿烂的大力 特训班有好处 方平肯定要参加 没好处 那肯定不会参加 拿了好处 最后去不去交流赛 得看好处够不够 值不值得 要是值得冒险 那也得去 哪怕方平很怕死 好处不够 那就装死好了 学校总不能逼迫谁去参加 要不然上了台 直接认输 那魔武的脸都丢尽了 方平其实都能猜到 参加交流赛的好处不会少 回头看看再说 先进了特训班 可进可退 唐风宣布结束 报名就开始了 武者和二次翠骨的 几乎没人不报名 一统计下来 最后居然有140多人 刚入学的时候 武者才60多人 现在翻了一倍 武大的效率很快 报名结束 学校就安排明天筛选人员 方平也不担心 他觉得自己肯定必尽 武道射比武的事儿 一般学生根本不知情 可学校肯定是知道的 毕竟两位学生丢了性命 方平实力不弱 没道理50人的选拔都进不了 晚上 训练馆 吕凤柔背着双手 淡淡道 特训班的事报名了 哦 报名了 方平和赵雪梅都应了一声 原本我以为 最后是学校之间的角力 宗师之间的扯皮 没想到 最后会让新生们来决定 吕凤柔对这事儿的 前因后果也很清楚 想了想 现在距离学期结束 也就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五大联盟明知道 两大名校的实力 还敢举办交流赛 可见一般 新生们很多人都没把这些 普通五大放在眼里 眼界太低了 五大 哪怕是普通五大 一般都有一位宗师坐镇 学校的资源 也不是个人能比的 更不是哪一家能比的 这么多普通五大 十所五大出一个天才 那也不少了 三个月的时间 进入二品很难 可进入一品 却不是太难 大家都是一品 那时候 拼的是个人底蕴 气血强度 脆骨进度 装弓进度 战法进度 以及实战经验 别小觑了这些五大的天才 要不然 后果难料 还有 别看第二层次的那些五大 不声不响的 好像一切和他们无关 可对方既然参加了 还作为四方势力之一参加 那就代表 他们也是有想法的 方平咕弄道 道师 咱们未必会参加最后的交流赛 吕凤柔吹之以鼻道 这种想法 不是你一个人有 可既然进了特训班 你以为最后你们想不参加 就不参加了 当然 学校不会强迫你们 到时候好处一开 再给你们洗洗脑 集体荣誉感一出 说一下出名的事 有几个人能忍得住的 到时候 都得抢着参加 洗洗脑这话 从吕凤柔口中出来 方平有些失小 不过想想也是 这种事并不意外 吕凤柔也不多说 简单说了一会儿 就看向方平道 你进步很快 听说你最近缺钱 学分都花完了 考虑过接任务吗 方平其实现在不太缺钱 也不缺财富值 可还是点头道 我想先看看有什么任务 看情况再决定 可以 跟我来 吕凤柔不含糊 直接迈步出门 方平急忙跟上 一旁的赵雪梅咬咬牙 也跟了上去 后勤步 吕凤柔带方平来的是后勤步 这倒是让方平有些意外 没去一楼的兑换处 而是直接上了三楼 哪怕天色已黑 后勤步也是灯火通明 舞者修炼 可是不分日夜的 一楼领学分 兑换丹药 二楼负责定品 三楼就是五大的任务领取处 吕凤柔边走边道 当然 不是谁都能来的 非舞者不得入内 一品舞者没有导师推荐 也没有办法进来 等到了三楼 门口有个类似于前台的地方 有人在看守 听到声音 看守的舞者抬头看了一眼 等看到是吕凤柔 连忙问候道 吕导师好 嗯 吕凤柔也不多言 带着方平和赵雪梅 直接走了进去 和方平想象中又有些不同 这里没有他幻想的大黑板 上面挂满了任务 而是一台台 一米多高的智能机器 吕凤柔随便走到一台机器面前 看向方平道 你的舞蹈证呢 方平急忙将舞蹈证拿了出来 吕凤柔将他的舞蹈证 放到机器上 一边操作一边道 这个需要权限的 我现在给你开通接任务的权限 没有导师开通 你们就算进来了也没用 任务系统进不去 说着 吕凤柔已经帮方平开通了权限 页面上出现了四个页面入口 军部任务 真机局任务 警察局任务 学校任务 军部任务和真机局任务 一般都比较难 当然你才一品 现在看到的任务有限 但是也很难 军部和真机局都有不少强者 他们可能是人手不足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有些事无法去做 所以委托给五大来做 军部的任务给的奖励不是太多 但是军部有时候会给一些特殊的资源 或者是军部积分 这些积分用处很多 可以当成日后进入军部晋升的条件 也可以去军部换取一些特殊资源 真机局的任务 相对而言 奖励比较丰厚 但是难度也不低 有时候也有积分奖励 可以为日后进入真机局做准备 警察局的任务就简单了不少 但是千万别大意 李凤柔提醒道 警察局的任务涉及的大多都是普通人 但是都是汉匪一类的 大部分都持有枪械 这种汉匪虽然不是武者 可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你们这些一品武者遇到了稍有不慎 被人持枪打死也不稀奇 警察局这边一般都是以金钱结算 不像军部和真机局 一般以单要或者其他的东西结算 至于最后一个学校任务 李凤柔笑道 学校任务有难的也有简单的 简单的很简单 比如说有学生发布的切磋任务 对方战法突破在即 想找个人切磋 这时候一般人都不会有危险 可以接 也有导师会发布一些任务 比如贴他跑跑腿 去老家送点东西 都是有可能的 很简单的任务 当然收获也不大 难的也有 比如学生要组队做任务 导师需要强力的学生帮一些忙 总之呢 你自己回头都会清楚 你可以看看 选择接任务或者不接都可以 但是你现在还是新生 就算接 也接一些简单的 时间短的 你们还有太多的东西没学 这时候千万别和那些老生 一次出去 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 到最后 吕凤柔又到 后勤部这边 都是为一二品学生准备的 等你到了三品 会去另外的地方接任务 还有 任务系统 也可以从学校官网进入 输入你的学生号和密码就行 这里主要是带新人来见识一下 还有任务结算的时候 来这里结算 至于我自己嘛 有时候有些任务 也会让学生帮忙 当然了 现在就不必了 你实力太弱 暂时也没什么任务需要你 风行连忙点头 一旁的赵雪梅小心翼翼道 导师 那我 你 吕凤柔淡笑道 你知道流程就行 现在还不到时候 哦 赵雪梅有些失落 方平健壮笑道 没事 等我接了任务 可以带你一起 闭嘴 刚刚还淡然的吕凤柔忽然呵斥道 胡说八道 实力不够 接什么任务 找死吗 你自己找死 别拖累别人 还有 任务都是私密的 不要和别人透露 你接了什么任务 或从口出 懂不懂 除非你要和人组队完成 要不然一切都靠自己 任务系统 没接之前 只能看一个大概 不会透露具体信息 接了之后 才会给你详细信息 对了 任务失败或者放弃的话 会按照奖励额度 扣出相应的学分 别胡乱接任务 方平连忙点头 认错道 是我说错了 不会胡乱和别人一起做任务的 知道就好 吕凤柔说道 又看向赵雪梅道 你先把戳脚练好 骨骼淬炼五十块以上 再谈这些 别羡慕别人 没必要的 这又不是什么 值得欣喜的事 知道了 走吧 方平可以在这看看 或者回去看也行 吕凤柔也不管她 说完就静止离开了 赵雪梅虽然还想停留一会儿 可看吕凤柔走了 只好到 方平 那我先走了 哦 目送两人离去 方平有些激动 先是打开了警察局任务系统 勤杀A级通缉犯 三人犯罪团伙 有热武器 无武者 危险度高 地点魔毒周边 建议 二品或一品巅峰武者 奖励 三十万现金 协助警方 抓捕毒贩 疑似有热武器 危险度中等 建议 一品巅峰武者以上 奖励 十万现金 抓捕抢劫犯一鸣 非武者 无热武器 躲入昆山一带 具备反侦查能力 危险度低 建议 一品武者 奖励 五万现金 方平一眼扫过 任务不少 有的危险度一点不高 当然 奖励也很平常 甚至方平还看到了 寻人寻物的任务 这让方平有些无语 当然 奖励别提了 几千块钱 万把块钱都有 也不是没人接 有的武者实力不强 刚好闲着 帮着找找 也不是没有 看了一会儿 一般都是非武者 几乎没看到武者的任务 警察局 本就是为普通人服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